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二十四式太极拳第二段的动作 左右揽却尾 这个动作是太极拳中非常重点的一个动作 首先请看我们把它做一遍 从最后一个倒卷弓开始 左揽却尾 揽却尾分为彭履脊按四栋 彭履脊按 下面是右揽却尾 先看一遍 待会我们一个一个动作学习 好 停 好 我们开始学习这个动作 卷过身来 同样的从最后一个倒卷弓开始 我需要提示一下 我们做最后一个倒卷弓的时候 退步可以把退步的脚的角度稍微加大一点 有利于下一个动作的进行 下面同样是转体撤手 右手向右后方向撤 手心向上 同时左手自然下落 自然微微下落 手心向下 随后收脚抱球悬臂 两手合抱 好 我们再做一下 转体撤手 左手微微下落 弧形抱球 下面初步攻步前捧 这是第一个捧 那么我们强调一下 这个捧是似乎有点像前面野马分钟的动作 但是不同的是捧 这个揽却尾的捧 力点是在我们手臂前臂外侧 野马分钟的力点是在我们手腕的外侧 所以这是有不同的 请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捧 接下来 在微微向左转体 身臂 两手旋转 旋到手心相对的方向 随后后座下捋 向下 捋出 捋到右后方向 然后 右手搭到左手的手腕内侧 再攻步前挤 右手筋 右手筋 左手上 穿出 后座引手 前脚翘起 落到腹前以后 弧形向上 推掌按出 停 这是左揽却尾 我们再看一遍 后座引手 这是过度动作 开始收脚抱球 公步前捧 力打 手前臂 外侧 转身引臂 旋转 手臂要旋臂 下捋 下捋的时候 好像是 揽着孔雀的尾巴 孔雀尾巴一般是 向后拖得很长 所以我们好像 揽着孔雀的尾巴 向前挤出 这也是说明 我们太极拳 时时刻刻 是将人与大自然紧密的 结合着 每一个动作 名称 都是那样 生动 好 下面 我们再 再做一遍 左边的懒却尾 过度动作 收脚抱球 公步前捧 注意重心的移动 好 髋关节放松 蹬转脚跟 转腰 转腰 后座 旅手 下旅的时候 手腕不要折腕 手臂走下弧线 不要僵直 走下弧线 搭手 前挤 挤出 穿 穿手 后座 引至 腹前 再向前 按出 力打 掌心 下面注意 接右揽 确尾 重心移到 右腿 左脚 充分的 内扣 右手 向右 右后方 打开 手心向外 再 移重心 收脚 抱球 好 我们把这过度动作 再看一遍 移重心 扣脚 摆掌 收脚 抱球 下面的右揽 确尾 动作相同 方向相反 向右边 弓部 捧手 前捧 转腰 身臂 后座 下旅 同样走下弧线 左手搭在 右腕 内侧 公布 前挤 穿臂 后座 迎手 公布 前按 好 我们再看一遍 右揽 确尾 从 左式的按 开始 移重心 扣脚 这个手 不要 长得太大 最多不要超过 120度 收脚 抱球 两手 走关节 微曲 下垂 好 公布 前捧 驴 先前伸 然后再下驴 搭手 搭手 前挤 穿掌 后座 引手 前脚 翘起 髋关节 放松 走下弧 我们的髋关节要走个下弧 推出 也就是重心不要上起的意思 好 收 现在 我们把这两个动作左右连贯在一起 做一下 左右连贯在一起 我们转过脸 从 最后一个倒卷弓开始 最后一个倒卷弓 右脚的角度可以微微 外展的偏多一点 下面 转身 侧手 收脚 抱球 两手臂一定要抱圆 手心相对 弓步 前捧 捧出的时候 下手 要踏实 走步 微曲 好 转腰向前送 旋臂 后座 回捋 捋到斜后方 转体 搭手 这个时候重心仍然在后腿 前挤的时候 弓 右手筋 手臂上 穿出 后座 前按 再来 继续连右肢 转体 收手 抱球 抱球 我们说人老 先老腿 如果老年人 腰腿不灵活 那么就很容易造成摔跤 跌倒 所以我们太极拳 重点练习 腿部的力量 始终是半边状态 腰腿一定要放松 灵活的变化 好 收 最后 我们还需要把呼吸配合一下 从这里开始 同样收脚抱球 我们做吸气 公布前捧 公布前捧 后座回履 履回来 吸气 公布前挤 呼 后座迎手 吸气 公布前按 呼 呼 转齿体 抱球 吸气 公布前捧 呼 后座回履 吸 每一次呼吸都要充分 挤 呼 后座迎手 吸 公布前按 呼 停 好 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